看好三倍券能够带动消费市场的买气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是纷纷推出了振兴方案来做搭配 市议员黄秋英就在总质询中 希望市府能够结合优质的农鱼特产 帮忙开拓商机 尤其是协助农鱼民加强内外销市场 落实MOU的订单来提高农鱼民的收益 市议员黄秋英在总质询中 谈点北高雄的农鱼特产 包括燕潮和阿联的巴勒子官的蔬菜 还有沿海的石斑鱼和湿木鱼等新鲜鱼货 希望市府能结合三倍券加强行销 带动地方农鱼特产国旅买气 对此代理市长杨明洲表示 除了市府提出的振兴方案 也会结合农邮券带动游客消费 燕潮的巴勒 弥陀的湿木鱼 子官的乌鱼 永安 石斑鱼 还有我们子官的蔬菜等等 希望协助这些产业 有更多的通路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市民 还有我们其他县市的朋友 都能够到高雄来消费 那至于这个三倍券怎么样来扩大 那这个农委会呢 他也同时提出了农邮券 大家一起结合在一起 关心农渔民生活 议员认为高雄的优质农特产 需要有健全的内外销市场稳定价格 避免因为产量工需失衡 建价伤农 观察这两年的MOU订单 质询率不到一半 希望督促市府再加把劲 108年的4月到109年的3月 他的质询率 去年的质询率只有48% 那今年109年4月到目前 预计的质询率大概只有28% 那连续两年 他的质询率都没有过半 我们下半年度的目标 还有计划 有没有什么方案 还有没有什么策略 MOU是已经签订了 这个合作的意向书 但是要怎么样把它落实在 真正的这个采购上面 所以我们的农业局 它有成立了一个专案的小组 来协助我们的农民 来协助我们相关的团体 怎么样把这一个 我们的农产品把它外销 他们都希望说 我们市政府能够多协助它 做一些内销 那内销来说的话 有一些通路商 他们要自己去打通 但是有一些观光景点的通路 协助我们在地的居民 能够在在地 享用在地的食材 然后吃新鲜 吃在地 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未来能够多辅导 除了希望市府落实 执行MOU外销订单 提高农与特产外销量 议员也希望争取 北高雄设立有机市集 结合地方观光景点 吸引更多游客到访 带动休闲农业旅游发展 记者李正道黄莲军 高雄报道 下期再见 上期再见